盘点最难上红玉的五大职业 众所周知家人们在所有职业当中 基本上只有上了红玉的小伙伴们才算毕业 而今天呢我就给大家简单的盘点一下 最难上红玉的五大职业 到底是哪五个职业呢 首先排在第一最难上红玉的职业 就是我们的混沌法师 这个职业呢就目前而言 要求上红玉的成数了在517层 对于大多数小伙伴们来说呢 只要你上了红玉 基本上这个职业已经毕业了 而这个职业呢有一个毕业的神装 没错家人们啊这个红玉就是我们的虚幻头子 有了这个专属红玉之后呢 你的混沌法师的伤害绝对是成倍数的增长 而伤害形成同时呢 你绝对你红玉也是越来越近的 而我们的白骑士呢 折死和混沌是并列第一 大家可以清楚看见 这红玉的段位成数呢也是517层 因此上红玉的难度和混沌是并列第一 也是实至名归啊 毕竟有了好装备之后呢 才能一步一步的打上517层 这种难度还是有的哦 至于专属红玉 我看了榜一榜二榜三都没有拿出来 有一个专属红玉叫做丁字锤 只要有了这个专属红玉 你的那个属性全方面提升之后呢 我相信你这个红玉层次的段位 也更进一步了 排在第二难上红玉段位的 就是我们的裁决者 就目前而言这个裁决者的话 上红玉段位需要爬到506层 哎说实话以我现在的这个成绩啊 还难上这个红玉 所有的家人们得努力啊 其实说实话 裁决的伤害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它变形状态之后呢 这个伤害绝对是高的离谱的 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目前而言没有专属红玉啊 其实魔剑巴拉多日也就一般吧 黑剑呢也不是红玉啊 但是我觉得黑剑更适合它 所以呢就目前而言呢 新赛季将到来 我们的裁决者爬这个楼层的难度 还是有的大的 排在第二也是十字名归嘛 第三难上红玉段位的 就是我们的风暴守卫啊 目前的层数呢 是462层才能上红玉 对于这个直接的伤害到底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 但是听粉丝说 这个风暴守卫的伤害也是非常强大的 也是非常值得每一个人去尝试的 毕竟这个上红玉的难度 排在第三462层 也是值得大家去尝试的 就在刁哥的粉丝当中 有没有已经上到这个红玉段位的风暴守卫呢 上红玉难度迅速排在第四的 就是我们忍者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需要打到444层才能上红玉段位 但是呢 虽然说排在第四 但是我觉得忍者上红玉段位是非常轻松的 只要你学会了 可快找这个伤害打出来 绝对是杠杆的存在 所以说还担心什么红玉上不到的 那么加尔曼 你们现在有没有上到红玉段位的人者了 评论区说出来的电话 看一下有多少人上了忍者的红玉段位呢 至于上红玉难度排在第五的 就是我们的自然史这个职业了 这个职业了 作为后期之旧 目前的红玉层次需要440层才能爬上去 也就是说和我们的忍者排在同一个层次 不得不说这个职业是非常强大的存在 读书的百分比伤害 绝对是刚刚的存在 反正就一句话 自然史是真的值得大家去玩的 只要你憋了 我相信这个伤害是绝对没问题的 因此加尔曼 上红的难度排名已经出来了 而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不知道你们现在玩的是哪个职业呢 欢迎在评论区说出来 让你给我看看 有谁和我玩的一样是裁决者了